詞曲 李宗盛 這個作品的起源 其實是有一天走在路上 看到一個老麻的人士 他在過馬路 因為他的身體的質感 然後跟他的限制產生的動作 其實有時候很像我們在發展 所謂的舞蹈元素的時候 想要嘗試的某種特殊的身體形狀 那時候可能又加上那個古典音樂 跟就是陽光灑下來 你就突然覺得 關於生活式藝術的這句話 其實就是你在生活中發現 看事情不一樣的方法 其實在看事情 如果可以不只一種方式 跟不只一種答案的話 其實很幸福 因為在歌劇院的地方 其實是一個比較慎重的編制 不管是彈到舞者 在彈上就是奮力薄 所以所有人就是有點黑眼圈的在 協助你的技術達到一個目標 就是我所領域 一群人去完成一個藝術家的韌性 如果大家看了這個作品 就會突然只是覺得 哇 跟跳舞真的太好了 好想跟他們一起 現在可以跟他們一起跳舞嗎 這個作品其實就有達到它 最原始的初衷的那個價值 我其實一直都非常非常樂意做藝術成功 就是因為藝術給我一個 知道有夢想要去追求的這件事情 那我只能把這個 繳化成一個生命紀錄 叫我主角 如果他們可以呈現 我的藝術都不是直接在劇場發生 那我認為這是一個流動的狀態 然後我很樂意讓這個流動 就是持續發生 甚至交給我們的下一代 我很認真的 花了一些時間在想 為什麼人需要舞蹈 其實人沒有特別需要 是我們覺得我們需要舞 所以我就回去思考說 舞蹈對我來說 最快樂的是什麼 後來就整理出一個區條 就很簡單就是 舞蹈給了我一個希望 是在我學跳舞的過程裡 其實我的條件 不是理想化的那種 但是這個中間的過程 我的老師從來沒有放棄過 他讓我去意識到就是 就算我不是所謂的標準價值的時候 我還是可以發展出 我自己獨有的特色 這兩年我有很豐盛的 就很豐盛的 我已經很久沒有覺得 很開心 就是一個成就整個很豐盛的 我其實是一個 就是中型地獄的新手 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非常經驗 公共成本其實變高 可是其實 講講呢 我真的滿感恩的 你就知道說 就是要成就一件事情 永遠都只是有一個事情 就是要成就